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做销售的 为了能多赚点钱 于是我就很努力的跑客户 所以就经常需要出差 一个月里几乎有20天在出差 上个月我去外地见一位客户 本来打算过去一个星期才回来的 但是客户临时又是出国了 我生意谈不成 只能提早回家了 回去的路上因为手机没电了 我也就没和老婆说我提前回家 因为我经常丢东西 而且老婆也经常在家里 所以我出差的时候 一般不会在家里要时 都是老婆给我开门的 那次我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快中午了 我按了好久没令老婆才来给我开门 他看见我很惊讶地问我 怎么提早回来都不说一声 我说是啊 刚好手机没点 我看他满头大汗的 就问他 是不是在煮饭 他说是啊 还说家里没酱油 让我下去买一趟 然后慌忙地从钱包里拿了钱给我 让我快点去 菜块要炒好了 要用酱油 我赶紧下楼去买 刚出小区门口的时候 我记起来 我明明出差前买了一大瓶酱油啊 怎么会没酱油呢 肯定是老婆不记得了 我想打电话 问老婆的 发现手机漏蛋了 于是我就回家里去 因为我家门口是对着电梯的 落上楼 刚出电梯的时候 居然看到我老婆变着脚进一个男人的脸 老婆一看到我 就慌张地让那个男人先走 我想爱都转不住 男人走了以后 我生气地坐在沙发上 问老婆怎么回事 老婆在我的逼问下 承认她出轨了 还说都是因为我经常出差 她一个人实在寂寞 才会做这些事 我当时很生气很伤心 还哭了 就跟她提了离婚 她一直在挽怨我 说她以后再也不会了 其实我也不想和她离婚 毕竟我们还有两个孩子 可是一想到她背叛我 我又原谅不上她 这半个多月里 我一直都没有和她说话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和她离婚 我们下期再见